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台湿晚节新闻 我是林如 寒流来袭了不少的追雪族 特别冲上山等雪 气象局估计啊 这波的寒流强度跟上一波是差不多的 但是夹带的水汽比较丰沛 所以呢除了感受上会觉得更冷之外 中南部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都有降水的几率 因此有游客在今天一大早 就冲上了荷关山五岭等雪 交通部公路总局也针对了台八线 台十字甲线部分荣誉结冰的路段 宣布在今天下午五点钟日警性封闭 所以呢提醒您如果要上山赏雪之前呢 要多多地留意路况 并且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一 二 三 耶 游客兴奋拍照不过外套拉链拉到最高 戴着防寒手套全副武装 7号一大早就冲上荷关山到五岭等雪 Super cold 我昨天晚上已经住这里了 我昨天晚上住这个地方 从康美市来的 大概我半夜两三点都出发了 武嶺停车场被停满 其中是台吉普车里头厨具睡袋 各种预寒用品通通有 为这场等雪持久站做好准备 折叠的床垫先附在最下面 然后下面至少有四层睡袋 我们打算待个两三天等雪 虽然还没有下雪 但是想说会等看看也没有机会 穿了四件 羽绒外套啊 衣服啊 就算顶着寒风民众也想来碰碰运气 但山上雾茫茫一片 只见雨水想看到雪花恐怕还得再等等 7号霸王级寒流南下 气象局预估强度和上波差不多 但夹带水气丰富感受上不但会更冷 中南部3000公尺以上高山 7号到8号都有机会降雪 适逢雪季期间台十四甲线会有道路结冰 或是下雪的情形 上山民众请注意行车安全 交通部公路总局宣布 针对台八线中横公路山区 以及台十四甲线可欢山 部分容易降雪和结冰路段 在7号下午5点实施预警性封闭 车辆只出不进 民众上山追雪前 还得留意最新路况 并做好保暖工作 建造成南投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